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间Digital City呢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走 跟我去逛街啦 走 那在这第一家Digital City里面呢 除了很多热腾腾的电竞产品可以实际体验一下 还有就是很好玩的全屏赛车椅 以及超级酷超有趣的4DVR 你可以实际坐上去 我来看喔 哎呦 我觉得好像任人宰割的一个动物 那在这边呢 还有相机跟音响的展示专区 可以让大家实际体验看看它们的效果怎么样 那相机的部分呢 它有提供一个像小型游乐园的场景 要给大家试拍喔 那另外呢 在耳机的部分都可以自己拿上来听听看喔 那我们刚刚在一楼逛到呢 就是比较像是3C通讯类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要去二楼通通了喔 那二楼呢 就是会比较多家电类的产品 像是微波炉啊 冰箱啊 吹风机等等的产品 都可以在这边看到喔 那LG在今年CES展上发布的IoT智慧家电 在这边呢 也可以实际的体验到 那十一本身最有兴趣的电子衣橱 在这边呢 也有一台啦 那话题呢 跟人气都很高的Dyson吹风机 在这边呢 也可以实际拿起来摄抖一下啦 那同样也是很夯的Dyson吸尘器呢 在这边呢 也可以从V6到V10 都可以自己拿起来录两下啦 那Digital City呢 除了有免费的Wi-Fi可以拿连线之外呢 他们也是全国第一个就是 可以在现场做门市申办 还有交机柜才检查 刚刚买的产品如何的全国电子喔 那十一自己逛起来的感觉呢 它就是很像很多电子产品的妆队 可以让大家逛逛看 那更多详细的内容呢 就期待宇恩的文章吧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别忘记给电台上你一个like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还要把我们的粉丝专业摄成场先看喔 拜拜